看到呢 同样是最新现场 因为中部的大雨 加上呢 日前才刚刚传出 大甲地下道的溺闭事件 现在呢 大甲地下道水淹70公分高 为了安全起见是已经紧急封闭了 更多内容交给议员 社主播 因为中部地区呢 持续在下这个豪大雨 造成这个大甲地下道又淹水了 而且水还淹了有70公分之高 那可以看到呢 为了防止会有人再度闯入 造成危险呢 现场是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防止有人员闯进哦 那由于这几天呢 中部地区雨一直不停 而且又都集中在中午时段 让这个原本就容易积水的 大甲地下道水又淹了有70公分之高 还有因为之前的溺闭案件呢 让负责人员更是不敢大意 立即的拉起封锁线待命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还给彭内主播 好 来看到的是中部的大雨 结果造成大甲地下道这边又淹水了 现在呢 相关单位不敢大意 已经先紧急封闭 稍后有更多内容 我们会随时为您插播 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